杨子造型惹真意,明艳却略显吐气,发型妆容带改进。 杨子在90年代的年轻女星中,也是一个很出色的女艺人,杨子还是个孩子。 年轻的时候,她的容貌并不出众,但是随着她出色的表演再加上容貌的改变,让她一跃而上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女艺人。 杨子不但为我们带来了出色的设计,而且她的穿衣风格也很有范儿。 但是她也有出岔子的时刻,杨子出席活动时很少身着鲜艳的长情,整个人的装造村位很浓,化妆显得很肮脏,头发也很懒散,让杨子的造型老师都快被辞退了。 杨子的装扮解析,橙黄色绸缎长情,无论多摆的肌肤都很难穿得住对于女艺人来说。 出席各种场合都是很正常的事情,因为她们可以借着这个场合展示自己的好身材。 也可以展示出自己高贵的一面。 杨子挑了一件鲜艳的裙子,本来是为了展现她年轻的一面,但这件裙子穿在她身上却显得有些俗套。 杨子的肤色本来就很白,本来可以穿鲜艳的裙子。 可是这一身橙色的裙子,不知道是因为色彩太过鲜艳,还是因为杨子的妆容太过粗糙? 导致裙子与她的妆容格格不入,让她显得很苍老。 因此,在服装搭配中挑选色彩鲜艳的物品时,必须要搭配好与之相配的妆容与发饰。 如此才能使人看起来精神饱满。 一条肩膀的裙子看起来很有女人味,但在裙子的下面却有两个口袋看起来很不协调。 女性演员在主妆的时候要注意适度地露出皮肤,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性感迷人,同时还可以凸显出自己的身体曲线。 杨子所选的这条橙黄色的长裙,色彩上稍微有点难控制,不过总体来说还是很适合杨子的。 一字兼琴将肩膀露出来,很是性感而胸部的大花半白着,既有优雅又不会太多的裸露。 裙子是绸缎做的,下身的褶皱让琴子看起来更有层次性。 只是裙子上有两个口袋让琴子看起来很别致。 她的衣服上有两个口袋,是不是想让她双手放在口袋里好装逼? 这两件衣服的造型让她整个人都显得格格不入。 你的衣着打扮,你的头发,你的成熟。 你的陈旧杨子现在的打扮和发型和以前大不相同。 她的打扮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浓眉,浓眉,五官棱角分明。 原本应该是一种成熟的打扮。 然而,这种打扮却不符合杨子的气质。 让她看起来既不成熟也不成熟。 杨子已经三十多岁了,算得上是一个成熟女人了。 不过她看起来很有活力,看起来很活泼,很可爱。 很符合她那充满活力和活力的气质。 杨子的头发很短,绊扎着马尾带着一丝香港复古的味道。 不过,她也不适合这样的头发,显得有些懒散。 她将头发扎成了一个高高的马尾。 看起来很高,但她那一头大波浪的头发。 跟这件橙黄色的长裙实在是格格不入。 杨子的脸蛋本来就很娇嫩,留着大卷曲的头发。 虽然看起来很娇嫩,但是却把她的五官都给遮住了。 珠宝饰品意义生辉,却与服装不相配杨子的项链和耳环。 意义生辉虽然很漂亮,但却不适合她的穿着。 橙黄色的长裙将珠宝的光泽都给掩盖了下去。 而且杨子的打扮带着几分复古的气息。 与她身上的珠宝格格不入。 只有珠宝和服装的完美结合,才能让一个人看起来更有气质。 哪怕珠宝和服装都有各自的优点。 但没有完美的结合也不会有任何的效果,也不会凸显出一个人的风格。 总的来说,杨子在出席场合的时候,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长处。 可能是想要改变自己的风格,但是很明显她还需要更多的尝试,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